如果你的世界没有声音 你会崩溃吗 如果你问我朋友为什么那么少 那么今天的故事你一定要听完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生痴行 他描述了一个耳聋女孩从小被人欺负 最后就险些造成悲剧 男主十天将也站在一处大桥 想了自己跳下去的场面 不过他只是想想 因为还有一个人他必须去见 而这一切的原委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那时候班尼转来了一个女生西光小子 她长得很漂亮 这个西双儿失去的听力 所以跟同学交流起来 只能用笔记本写字来交流 母亲因为认为小子是正常人 所以应该到正常学院来就读 起初的校园生活还算和谐 大家也对小子充满了好奇 围在他身边的人不在少数 只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的耐心失去了耐性 最后对小子这个一类 便产生了本能的排斥 职业算是意见最大的一个 因为当有老师想要教导班级同学 手语好跟小子交流时 他站出来反对 凭什么他们得为小子学习手语 而真正愿意学习手语的人 只有每呆子一个 小子也算是收获了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不过最后梅带子也受到了 其他同学的排斥 并且在不久后就转学离开了 从此之后 男主将也便开始频繁 欺负小子 先是将也在黑板上写着 关于调侃小子的话 等小子看到后 再假装好心地查掉 最后他得到了小子的一句谢谢 这突如其来的感谢 当将也有些懵逼 但欺负小子的行动 却从未停止 甚至有一次 小子的耳朵被他们弄出血了 但即便如此 小子也没有发过一次火 还在事后写出了 对不起三个字 这让将也特别恼火 他预想的情况 应该是小子愤怒的模样 但这微微弄多的样子 实际上是让他越看越不顺眼 可小子却真的将一切的原因 都拐住在自己的身上 之后欺负小子的事情 因为助听器多次损坏和丢失 老师才发现了关于霸凌的情况 而作为主模的将也 被吸引了好兄弟 推了出来 他们每个人都参加了 欺负小子的行动 但却纷纷甩锅 甚至一个女孩还用哭泣来推脱责任 最后的最后 其他欺负人的对象 如今成了被欺负的对象 被推消水的将也 在里面找到了之前小子的笔记本 这是被将也弄掉的 而里面全部记载了 小子被欺负的经历 感动身受一直都是最好的理解方式 体验过被欺负的滋味 将也才明白了自己之前的过错 而真正让他悔恨的 是母亲去赔偿道歉回来时 那一身狼狈的模样 让将也知道 这本该是他来承受的 但他对小子的不满 却根本从未消失 一次皇位时 他看到小子在擦拭他的桌子 那上面本来是被同学涂鸦的场景 可现在却被小子擦拭干净 他只要看到小子那脸 糯糯的神形 心中就会有一肚子祸 而他早就提醒过小子 如果不加把劲 一定会被人欺负 这是小子第一次做出反抗 他跟将也扭打在一起 他也想要努力 但是没有人理解 因为他说的话 别人根本听不懂 他写的字 别人根本没耐心看完 后来小子转学了 而将也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 他开始打工攒钱 最后凑够了当初母亲 赔上肖子的金额 他想要找到的人就是肖子 他的内心告诉他 必须找到肖子 然后说上一声对不起 本来想要亲生的念头 也被母亲打消 他从来没有怪过将也 甚至在看到将也能够拿出这些钱 反而更开心 孩子长大懂事了 26年后的今天 将也已经学会了手艺 并且有心地找到了肖子 将当年那本笔记本还给了他 本来对将也还心生不满的肖子 在看到这本笔记本后 两年的关系 总算不再局限于尴尬的处境 但是将也这六年来 过得也不是很舒坦 因为他患上了社交恐惧症 每个人的脸上都被打上了叉叉 一次将也看见一个小胖 被人欺负 那人要强行征用小胖的车子 将也不敢和对方对峙 于是把自己的车让给了别人 可小胖之后 却突然把将也的自行车给找了回来 脸上的叉叉才第一次掉落 将也收获到了瘸牙中的第一个朋友 但是小子的妹妹杰贤 却很讨厌将也 不过却在日后的短暂结束发现 将也并不是坏人 而一次护送杰贤回家时 就被他妈妈闪了一巴掌 小子母亲自然忘不了这个糟糕的男子 可是被打得将也 也只是默默地说了一句 抱歉 但是起码杰贤对将也的观点 发生了改变 小胖 小子 杰贤 将也 四个人就这样成了一个小团体 而之后的日子里 小子对将也的好感也直说升温 甚至到了后来的告白 但因为发音不完整 并没有传达成功 想起了那一次和小子的干架 他说的话自己一句也听不懂 但现在将也有足够的耐心 想要去了解小子的一切 于是就询问杰贤 却只是得到了 让他有空多带小子出来的意思 于是将也便在隔天约大家出来玩耍 没想到希腊的伙伴职业 却也不请自来 他喜欢将也 但是却没有表达出来 本来快乐的游玩 却因为职业的三次主张 而变得很不愉快 因为职业在知情下代的将也 是见了希腊的朋友岛田 对方能就用一种藐视的眼神 看着将也 知道将也好不容易最近调整了心态 出现的问题 他又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有资格拥有朋友 本来掉落下来的叉叉 又重新被贴在脸上 职业到如今还讨厌小子 因为他认为都是小子的出现 当年的友情才会破碎 他邀请小子去坐摩天轮 结果在摩天轮上 直言自己讨厌小子 他讨厌小子总是只会道歉 运气还打得小子一巴掌 而这一期的过程 都被节前提前偷偷放置的摄像机 给拍到了 将也发现这几年来 小子确实没有变 那种自我厌恶的情绪 仍旧徘徊在周深 但很快 他也发现了自己身上出现的问题 和小子完全就是一模一样 小薛那个试图用哭 来推卸责任的女孩 却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让身边的同学 知晓得将也以前 欺负小子的事 在我看来 他是故意的 将也没有去解释 而是产生了本能上的呕吐 他同样也有消失那种 自我厌恶的情绪 所以之前才会想要以轻声 再结束自己的男生 他厌恶自己的过去 而后来 其他伙伴都难得地 举在了一起 女孩跟将也道歉呢 但这个道歉 只局限于自己之前说漏嘴了 对于当年欺负小子的事情 他同居认为全是将也的错 所以将也也要跟小子道歉 而喜欢将也的职业 就站出来替将也说话 没有人可以责怪将也 因为在场的人 在昔日全部参与了 欺负小子的行动 一人一句开始争论 当年到底是谁的错 而最不愿意再提起这些事的将也 却格外痛苦 他把所有人都给骂走了 小子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只大看出了将也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其实亲生这个念头 不只是将也产生过 小子在之前被欺负的时候 也产生过 不过好在都被妹妹结嫌 及时把想法给扼杀掉 而小子的男男子不久后就去世了 在故事前几分钟前 他还跟小子有说有笑 这对小子的打击特别的大 不过在这最悲伤的时刻下 将也却不断地陪着小子 最终小子也用最快的时间内 走出了阴霾 因为妈妈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前面俩邀请了将也去家里做蛋糕 而开到将也的第一课 妈妈差点提到挥手 不过只是一段极短的时间 将此就取得了小子妈妈的原谅 在一年一度的樱花大会上 小子却一人独自回家 幸好结起让将也跟着回去 拿一下相机 结果却看到小子站在阳台上 准备轻生的一幕 而这一切都是在之前奶奶去世 将也带着小子游玩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小子那自我厌恶的情绪 被抬到了顶点 他认为和他在一起的人 都会变得不幸 奶奶也是 将也也是 幸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将也拉住了小子的手 不过却在最后 变成了将也掉了下去 不过好在将也并没有死 但却也陷入了中度昏迷 职业实在无法忍受小子的自卑 于是打了小子 甚至和小子的母亲也打了起来 最后是将也的妈妈阻止了他们 而小子则跪在将也妈妈面前 寻求原谅 自从这件事 小子不断祈祷将也的苏敬 他也决定不复将也期望 一定要改变自己 正如一开始将也对他说的 必须得加把劲 但是一场将也跟自己道别的噩梦 却惊醒了小子 他很害怕 于是来到了和将也曾经做出约定的桥上 不过此时却空无一能 而在病房里的将也却奇迹般地苏醒 他就像有感应一般扯下了所有的设备 然后偷着沉重的躯体来到了这里 小子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幽灵 在确认将也真的苏醒后 他特别激动 两人做出了一个决定 不可以随意轻生 在这一天之后 将也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长达六年的无声事件 总算迎来的春天 而枝叶更是学了一些手语跟小子交流 而当将也第一次来到人群众多的校园祭时 他突然发现 那些叉叉全部掉落下来 他的世界终于有了微笑 他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以哭泣来表达情绪 一生之色 俗话之心 将你知名 可于我心 故事最后的最后 只要小子的那一笑容尚存 我便心无胖雾 生之情的上映正好赶上 你的名字的日印 以至于在知名度上 可能不仅理名 但在触感上 生之情给观众的触感可能会更加强烈 其中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细节 那便是将也摔下楼时 出现了岛田的声音 是他救下了将也 在故事中 讲述了将也和小子的和解过程 也在用许多细节描述着 昔日伙伴的情感和解 由于到大陆被删减内容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故事不连贯 许多人在评价影片中的角色过错 但我觉得最吸引人的方向 是在于成长和向善的过程 关于校园霸凌只是一个发展的桥梁 更多的是自我论知的一种描述 但是想要觉得生之情是一部好作品 就一定需要和该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色 产生共鸣 我看完全片的时候 都只是眼泪打钻 即便小子站在窗台上 也只是心头一紧 可在最后降业的视角 那些叉叉掉落 眼泪 终于止不住的落下 BGM出现的实在太反规了 就像未闻花明一样 在没有BGM想起的时候 还能忍住 但当音乐响起 内心的最柔弱处 好像就被抓住了一样 而该片被很多人指责三观不正 我不太理解怎样才算正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去评价 因为毕竟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即便有感同身受的人 但因为处理方法不同 以及最后截取不同 都会引起不一样的思想 先不谈其他角色的表达 就拿女主小子来说 被很多人护上了 圣母头衔 小子产生轻生的念头 都是因为孤独和精神折磨 这种情绪其实各位都很难理解 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朋友不少 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却从来没有一个界限 小子是自卑到了极致 才会造就出了被人欺负 还选择道歉的行为 他的思维就是因为 自己残疾给大家添麻烦了 都是他的错 他一想要恢复健康 但似乎勿望 久久之之后 小子就认为只有死亡 才能结束这一切 这样大家就不会冲突 不会不合 这不是因为圣母 或是因为博爱 而是极度的自卑和自我厌恶 才会出现的情况 很多喊得小子圣母 真的评价他 而在小子的世界里 他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 去评价他人 其中大家为在他身边打转 是因为好奇 他想要努力融入 结果发现都是无用功 只会让自己更尴尬 所以在他的世界里 充斥的只有无尽的孤独 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抗 是跟将爷的吵架 那一刻才是小子最憧憬的状态 因为他发现出了自己的不满 这个桥段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看到 但确实可以说明 小子他也想要反抗 想要抗争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直到最后因为将爷的意外 他才彻底明白 他之前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而将爷也是如此 他一开始接近小子 只不过是想要赎罪 他带小子去游玩 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知错误 都还有待考察 说他是个自私的人都可以 而让两人真正觉醒 还是那次艳化大会上的情生 他们的思考方式才变得成熟 而至于其他角色 到最后都没有给小子一个道歉 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于是也被很多人说成三观不正 认为这些角色都需要受到一定形式上 和物质上的赔偿和道歉 我就笑了 什么叫三观症 一定需要报复 和让这些角色 受到惩罚才是正确的三观吗 越是鼓舞报复的人 往往越是没有真正经历过被欺负 因为被众人排挤 那种孤独和精神上的折磨 真的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现实中往往恶人很少 会主动来给受害者道歉 所以他也描述出了一个 没有复仇的世界 结果却成了大家口中的三观不正 所有角色都被扣上了傻子的帽子 当付出了链条钻动时 那么或许将会永无止境 乔子不报复的行为 如果都变成了所谓的圣母 那么那些欺负他 和那些嘲讽那是圣母的人 又是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这一道歉的话 我认为在最后职业 愿于学习手语的表达来看 小子已经不在乎他的那一句道歉 而是给出了一定的台阶 或许我的三观可能也有问题 但在我看来 圣之行完全就是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治愈成长动画 他不需要跟着大众的视角 去进行故事描述 因为本身拍摄的题材 就不是大众话 并且当被欺负的对象 想要如何原谅欺负他的人 是当事人来做决定 一万人说不定可以做出 一万种决定 而圣之行只不过是 其中的一种描述 我以上所有的观点 都是针对故事本身 因为还有很多人的观点 永远都不会改变 那就是其他角色 必须受到惩罚 我也不是在给大家形容说 欺负人的就必须得被原谅 而是原不原谅 终究是取决于当事人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有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指出来 我会一一观看 并且思考 但希望各位不要理气太重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开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小王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